呦 这不是张法棍啊 棍棍 今天怎么没在下边睡啊 咱们家好多粉丝说想看张法棍 觉得平时视频里他的镜头太少了 今天这一期视频咱们出一个张法棍特辑 整篇视频满满的张法棍 其实张法棍也并不是不亲人 只是被家里一群不偶卷死了 他只要一靠近我们 身边立马就会围满了不偶 所以导致他一直很难进我们的身呢 棍棍的手感跟布偶的手感不太一样 是那种摸上去非常非常光滑的手感 就像貂皮大衣一样 总之也很好盘 棍棍平时最喜欢的就是粘着他干爹 全家的猫只有他干爹最疼他 哎呀你看张法棍 地儿哥从来都不会打张法棍 而且有好吃的还会让着张法棍 这部我猫真的是要卷死谁 他们真的是性格太亲人了 所以导致这鹰短美短在家里面 很难跟他们的主人有所亲近 看啊 贺贺贺 贺贺贺贺贺qua 哦 对自己是梦 就算有事 你说找到你了 哈哈哈 你找到他了 你没有藏好 你说我找到你了 我找到你了 快去 快去洗完咱们姐姐姐去 不要 你就要和棍棍玩 地儿洗了 地儿去洗手了 地儿去洗澡了 地儿去洗澡了 快去救地儿 滚 咱再来看看张法昆的战斗力 来我家的这一年多 他已经明显的感觉到 家里那几只不偶 他是一直也干不过了 自从皮皮来了以后 他发现 原来皮皮他也干不过 但我张法昆在家待的一年多呢 那也不是白混的 我们打不过 可我们有人 真正好 这俩姿势真同步呀 你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看来双喜也快悟出来了 他干爹不过就是外强中干 图有虚名罢了